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2023年中国汽车制造商销量首次超过美国同行 研究机构Jato Dynamics在周四发布的一份报告中表示 在比亚迪和新兴市场增长的推动下 中国汽车公司去年的汽车销量首次超过美国同行 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 欧元区通胀回落之路不会一帆风顺 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表示 相信目前正处在让通胀率回落至2%的正确道路上 即使未来几个月的前进之路不会是坦途 他表示 这种乐观情绪促使决策者上周降低利率 早盘 美股继续下滑到指下跌230点 14日晚 美股周五早盘继续下滑到指下跌230点 标普500指数与纳指本周均将录的涨幅 对法国政治动荡的担忧加深促使投资者纷纷寻找避险资产 美联储一大鹰派罕见松口 不要等待太久才降息 今时数据克利夫兰联储主席梅斯特最新表示 显示通胀趋软的最新CPI数据为可喜消息 他希望在考虑降息之前再看到几个月的良好数据 开盘 美股周五低开标普与纳指创新高后回落 14日晚 美股周五低开 此前一天标普500指数与纳指军创收盘历史新高 对法国政治动荡的担忧加深 促使投资者纷纷寻找避险资产 华尔街押注AI功能将引发大规模升级 周期苹果股价料创两年来最好单周表现 苹果的投资者终于有了一份该公司将如何使用人工智能的路线图 作为回应 投资者推动苹果股价创下两年多来最好的单周表现 英国央行 即使通胀下行 仍有更多英国民众预测加息而非降息 尽管英国通胀预期降至2.8% 为2021年8月以来最低值 但公众尚未确信降息正在进行中 英国央行的一项调查显示 5月预测未来12个月利率将上升的英国民众仍多于预测下降的人群 多头撤退 美元高光时刻已过 今时数据即便在市场震荡之后 蓬勃美元指数仍保持连续第四周上涨的势头 这是自2月份以来最长的上涨周期 交易价格略低于今年迄今的最高点 盘前 美股三大股只期货其跌投资者纷纷寻找避险资产 随着对法国政治动荡的担忧加深 欧洲股市正迎来数月来表现最差的一周 美国股指期货走弱 投资者纷纷寻找避险资产 截至发稿 德国DEX指数跌1.12% 英国富时100指数跌0 刚刚欧洲股市突然崩了 欧洲股市溃不成均 本周欧洲股市因政治不安而持续下挫 周五欧洲股市继续下跌 截至6月14日20点 意大利法国股市主要股指跌幅均超2% 德国 欧洲央行的Sentino 随着通胀逐步回落利率行动必须审慎 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委员Mario Santino表示 央行必须审慎地将利率调整到既不刺激经济 也不限制经济的水平 暗示官员们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才会再次降息 上海南汇新城正推动特斯拉FST落地试点 上观新闻滴水湖畔 金融湾标志性建筑荣耀之环已具雏形 将于年底完工 未来这里要打造际外滩 陆家嘴后的上海金融第三集 政治风险加剧法国继续股债会三杀 智通财经获悉 法国市场周五再次遭遇猛烈抛售 政治不确定性导致投资者持有法国国债所需的溢价出现 2011年以来的最大单周涨幅 银行股暴跌 巴菲特索持苹果股票价值1690亿美元高于标普500公司中的455家 随着过去六周苹果公司股价的飙升 沃伦巴菲特索持有的该公司的股票价值达到了1690亿美元 高于标普500指数中的455家公司 AI将走进足球为2024欧洲杯保驾护航 当2024年欧洲杯于明日凌晨三点拉开大幕时 AI的全饰演将全程专注于这一赛事 即使是最狂热的球迷 也不会如此的专注于每一场比赛 日本央行维持利率不变 预告下月宣布缩减国债购买细节 界面新闻流停日本央行周五维持基准利率在0%至0.1%左右不变 但表示将逐步削减债券购买规模 稳步退出大规模货币刺激政策 欧洲央行管委卡扎克斯 若通胀数据良好 将认同市场对欧洲央行降息预期 欧洲央行管委 拉托维亚央行行长马丁斯卡扎克斯周五 接受采访时表示 若通胀如预期般持续放缓 欧洲央行可继续按照市场预期的幅度降息 世界银行报告 中国出口等经济活动强于预期 需通过结构性改革保持增长势头 21世纪经济报道 郑清廷北京报道 6月14日 世界银行发布最新一期中国经济简报 超越房地产的增长 周期性上升与结构性挑战 红海危机扰乱全球海运 新加坡船用燃料销量激增 随着红海紧张局势扰乱全球贸易 停靠新加坡港口的船只越来越多 新加坡的船用燃料销量激增 新加坡港务局的数据显示 5月份的燃料销量环比增长14% 至480多万吨 法国财长警告 若极右翼赢得选举 法国将面临金融危机 法国财政部长 Bruno L.A. Mayor周五警告称 如果极右翼在未来几周 赢得提前举行的国民议会选举 法国将面临发生金额危机的风险 韩国聘请银行负责 两年多以来的首次美元债券发行 韩国委托银行负责 潜在的美元债券发行 如果顺利推进 这将是韩国政府两年多来的首次美元债券发行 一位不愿据名的知情人士称 之后可能发行SAC注册债券 预计期限为5年 乌克兰感谢 俄罗斯警告 G7峰会发生了什么 安京刘海川2024年6月13日到15日 七国集团峰会在意大利举行 在峰会首日 G7就对俄罗斯放大招 同意用被冻结俄罗斯资产的利息 欧洲市场遭遇黑色星期五 法国股债双杀 欧元直线跳水 金时数据随着对法国政治动荡的担忧加剧 法国周五遭遇股债双杀 法国KX40指数回吐 今年迄今的涨势 限跌约2% 或迎来2022年9月以来表现最差的一周 市场倒逼星巴克加入价格战 屡推优惠券 单杯价格低至15元 近日 部分消费者表示 9.9元也能喝上星巴克了 第一财经在一些社交平台看见 一些消费者晒出了付款价为两杯18-19.9元的星巴克产品 以太坊EDF真要来了 SEC主席发话 预计今年夏天最终获批 金时数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预计会在今年 股市屡创新高后 日本首设四大金融资产特区有何用意 日本正力争打造国际金融都市 近日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公布了 日本金融与资产运用特区的落地方案 其中 日本的北海道与闸幌市 东京都 大阪府与大阪市 报告称 2023年中国车企全球销量首次超过美国 研究机构JEDO Dynamics周四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 受比亚迪和新兴市场增长的推动 2023年中国车企在全球的销量首次超过美国同行 通胀压力仍存英国央行下周料继续按兵不动 英国将于7月4日举行大选 但对于英国首相苏纳克来说 英国央行在大选前降息的希望可能会破灭 因为英国的通胀压力似乎仍然太大 以至于英国央行无法在6月20日的政策会议上 微软8550万美元投资马来西亚数据中心 马来西亚正逐渐成为亚洲数据中心和人工智能领域的重要参与者 微软本周以4.023亿马来西亚林吉特的价格收购 为于马来西亚柔佛州的一块数据中心开发用地 事件下方应该是新闻一块数据中心 苏在小鹿举行为小鹿举行为中心